新冠到底哪来的 这是个科学问题 唯应进行科学调查研究才能确认 然而美国却不这么看 而是想尽一切办法 去把新冠溯源问题压到中国身上 甚至不惜要求中 请据这个美国的情报部门 在90天内出具新冠来自中国的所谓报告 为了把新冠溯源问题栽在中国身上 美国的情绪非常紧迫 这种紧迫情绪 在最近甚至达到了极其焦虑的顶点 拜登政府甚至比特朗普时期更加焦虑 我们知道 拜登在竞选的时候和特朗普政府的态度并不一样 然而上台后 立刻比特朗普更特朗普 这只能说明美国有不可高人的秘密 7月28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发表声明称 国务卿布林肯 在会见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士重申 美国对市 为组织在包括中国等地 进行更多溯源调查的支持 强调下阶段溯源调查应当及时 基于证据 透明 专家主导 不受干涉 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应当团结一致 结合最近谭德塞频频发表 对中国不利的说法 甚至不惜自我打脸 试图否定今年上半年 世卫组织全球数十位专家基于事实 科学的客观调查得出的结论 可见美国向谭德塞施加了多大的压力 反德塞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迫于美国的压力 以及美国资金对世卫组织的影响 最近所做的表态 明显有被美国操纵的嫌疑 那么美国为什么如此焦虑呢 白宫虽有打压中国的诉求和动机 但最真实的情况却可能不止于此 而是为了掩盖新冠病毒源于美国德宝的客观事实 一方面通过甩锅和抹黑中国 美国可以把新冠溯源当成政治打压中国的工具 另一方面 美国最担心的就是全世界最终会发现病毒起源于美国的德特里克堡 根本原因是美国的管理不善 病毒源于德特里克堡有证据吗 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正指向那里 今天北京日报公众号对相关信息进行了梳理 结论令人震惊 本月早些时候每一媒体都做了报道 称意大利和荷兰的两个实验室 对在疫情爆发前采集的血液样本进行了重新检测 发现了通常在新冠病毒感染者体内出现的抗体 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科学主管乔瓦尼认为 这个结果说明 在意大利的新冠病毒 很有可能早在公认的时间点之前 就已在一定限度内传播了 那么这个病毒怎么来的呢 美国世界新闻最新报道给的结论是 2019年美军是通过血液项目 将新冠率先带到欧洲 从而进入意大利的美军基地的平民志愿者 从而将病毒传播出去的 这一结论 和去年就曝光的意大利可能最早是 在2019年9月出现新冠病例的时间点完全吻合 那么这些信息从哪里来的呢 根据英国《静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意大利研究人员一篇去年11月的论文指出 959名接受过肺癌筛查的人的血液样本中 检测中发现111人的新冠病毒抗体检测结果 称阳性 其中最早的样本采集时间是2019年10月第一周 表明他们至少在2019年9月就已感染 如果说至少2019年9月 意大利就出现了新冠感染 那么这个时间线最终就是梳理到起源于美国 更加令人觉得新冠溯源问题已经被政治化的原因在于 世卫组织早在去年就已经介入了相关研究 相关样本已经送到了 意大利和荷兰的实验室 并被用不同的方法重新进行了检测 加测了29份原始样本及对照样本后得出结论 在原始的样本中 都观察到了新冠病毒抗体 而且相关样本都是在2019年10月采集的 一名实验室研究人员甚至对英国金融时报称 这或许就是2020年意大利病例激增的原因 因为新冠更早在意大利已经进行了 不为人知的传播 这事实上也解释了之前的相关研究 美国流行的新冠病毒中 有第一代的欧洲流行的新冠病毒是 第二代的B在2019年12月开始 在中国流行的病毒C则是第三代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世卫明明都掌握这些信息 明明应该展开更加科学的病毒溯源 去美国得特里克堡进行科学调查 然而在美国政府的压迫下 现在甚至连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都开始叛变了科学与真理 不得不说 谭德塞好像忘记了在2020年说过的话 忘记了是谁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支持了他的工作 是谁给了他工作巨大的支持 让世卫组织能在这次新冠疫情中 得到认可 谭德塞现在都忘记了 眼力只有美国的压力 与美国可能带来的利益 那么 病毒来自美国德堡 有没有更多的证据呢 答案是有 根据北京日报整理披露的消息显示 美国世界新闻网报道认为 传播员可追溯到美国的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早在2018年4月 美国的特里克堡就关闭了焚化炉 以节省维护成本 从那以后 包括生物武器级别在内的医疗废物 其销毁工作都交给了一家私人处理公司 科蒂斯湾医疗废物服务公司 看到这样的消息 是不是感觉到特别震惊 但这才是令人震惊的开始 根据世界新闻的披露 美国德堡委托的这家公司非常臭名昭著 它的违规记录 合不合格的管理广为人知 早在2019年6月该公司在弗吉尼亚州的工厂 就曾因多次违反州法规而被罚款数十万美元 根据世界新闻网披露的消息 这种违规操作的细节真的令人触目惊心 在地板上大量积水中都有未经处理的医疗废物 员工也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装备 上述这些信息 来源于2020年1月 德堡的驻军指挥官纳纳利上校公开的承认 他说 在建造新的焚化炉之前 陆军及其实验室这些年来一直无法控制 从使用到销毁的材料 世界新闻网认为 就是这些漏洞百出的管理 使得病毒最终有机会从德特里克堡中泄露 从而在美军人员中广泛传播 美国军事时报援引信息自由法案中的部分内容显示 虽然很多关键内容被删除了 但其内容依然可以透露重要信息 即德堡对待生物制剂和病毒的态度非常吓人 譬如 在披露的违规列表中 就有一项严重违规的行为 即人员在没有进行呼吸保护的情况下 多次进入一间实验室 而当时室内其他人正在对动物进行手术 而那些已经感染病毒的动物 则被简单关在笼子里 与此同时 一些工作人员在处理生物危害性废物时 根本不配戴手套 另外实验室建筑物外表没逆风 天花板和生物安全柜都有裂缝人员 在执行生物安全和控制措施时出现系统性失败 然而 美国疾控中心以国家安全为由 拒绝公布更多细节 请问这种情况下的美国实验室是不是该查 中国武汉病毒所已经有几十位世卫专家进行了调查 你已经得出了极不可能的结论 那么 既然美国病毒实验室有如此大的漏洞 并且有那么多嫌疑 世卫组织 是不是也应该组织几十位专家 去美国病毒实验室调查呢 如果谭德塞在这个问题上 不直接面对 却听从美国的积蓄指向中国 请问如何服众 其实 病毒是如何传到世界的路径都逐渐清晰了 根据北京日报转引相关报道的披露 武装部队血液项目 是美军已形成的较为完善的血液保障体系 也是美国海外武装部队的官方血液供应渠道 这些需要供给到 全球美军军事基地的血液 是从华盛顿 马里兰州和福州的军事基地采集 然后运送到美国全球的军事基地 这些采集的基地就包括德堡和安德鲁斯联合基地 相关机构每两周将相关血液 送到了英格兰和意大利的空军基地 病毒就是通过这个通道最早流到了欧洲 根据披露的消息 2019年8月 意大利威内托大区的美军基地招募当地平民志愿者 为里面的军人提供心理教育服务 根据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报告 意大利的首例病例正是2019年9月于威内托大区记录在案 而美国军事基地集中的英国同样也出现严重的新冠疫情局势 所以美国新冠是最早的一代病毒 而欧洲则是二代 那么中国最早报告的第三代病毒又如何解释呢 那就是2019年在10月在武汉举办的军运会病毒 并不一定是美军带来的 完全有可能是从欧洲带到了武汉 并最终在武汉 最早被中国发现并报告然